俄国史第八章 1917年革命 列宁回国和列宁主义 农民的革命作用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修正在于 它至少是极大的夸大了部分农民的革命作用 虽然马克思承认俄国农民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一般说来 他对农民的保守本能的不信任 有一次甚至说 农民是在文明内部代表野蛮的一个阶级 主要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 很少关注农民 但列宁却对俄罗斯帝国很关心 在俄国五个人里面就有四个是农民 到1914年 50个里面只有一个是无产阶级 到1917年 列宁得出的结论是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至少是贫苦农民可以起到主要的革命的作用 虽然仍然无法和无产阶级相比 此时 列宁也开始更多的讲 大众或劳苦大众的需求 而不像从前那样只谈无产阶级 革命的两个阶段 在四月提纲当中 列宁谈到了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在第二阶段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从他们手中获得政权 列宁还在四月提纲之前写作的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当中指出 俄国革命可以成为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 虽然有时人们指责列宁 机会主义的利用了托洛茨基 早期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但尼尔哈定却坚定的不这样认为 按照他的说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列宁的思想 而他在1917年采取的立场 就来源于这一修正过的观点 虽然列宁早期接受了经典马克思的信仰 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 隔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战争使他确信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 是一个成熟的和腐朽的 快要垮台的资本主义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成熟到 足以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了 由于列宁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链条当中最薄弱的环节 他相信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 在俄国的建立 可以成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星星之火 一旦这样的革命在欧洲成功 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便会帮助俄国建设 对于在俄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最必要的生产力 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 其他方面的诸多修正一样 这一条也在马克思多种著作当中多有表述 马克思虽然相信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 有数十年的间隔 但在某些情况下 他也倾向于相信这两种革命可能会紧接着进行 例如在1848年革命的日子里 他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指出 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在世事前不久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当中 他写道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 那么如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 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列宁对于多民族俄罗斯帝国的关切 既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修正 马克思对于民族主义一直持有彻底的批判态度 认为民族主义是妨碍民族共产主义文明发展的一个障碍 在共产党宣言当中 他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没有祖国 并发出呼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但如此 他不大理解东欧和俄国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他和他的党还公开的承认少数民族有自绝权 甚至可以脱离俄罗斯帝国 1917年的11月 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俄国人民权力宣言当中重申了这一权力 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关键点 如果脱离的权力和无产阶级的权力发生抵触 首先要顾及无产阶级的权力 此外 正如早先表明的那样 列宁相信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工人利益真正的代言人 并且是阐释这一利益的最佳代表 他进而相信在俄罗斯帝国之内 将来只会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因此他对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抱任何同情 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超民族的政党 他会谋求各民族的福利并平等的对待各个民族 1913年列宁在瑞士系列演讲稿的某些注释当中明确指出 那些把自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 置于与各民族无产阶级大联合之上的工人 是在反对他们自己的利益 反对社会主义的利益 反对民主的利益 在童年写作的一本小册子当中 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民族自决权 在任何情况下 也不能与特定民族分离的庸俗问题相混淆 社会民主党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 使之与社会整体发展及无产阶级 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和利益相一致 因此以乌克兰人为例 他们可以获得独立 但他们个人的想法在任何布尔什维克政府之下 都不可能被视为是好的 显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不会认为独立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其次列宁反对建立一个松散的 多民族或文化民族自治体联盟 因为这将阻碍社会主义国际文化的发展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使他预先相信 今日的经济有益于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而这个国家能够推动无产阶级意识的成长 在1917年的形势迫使他做出某些让步以前 他相信把俄罗斯帝国转变成为一个多民族联盟 会是一个倒退 因此列宁虽然天才地批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待非俄罗斯人的不平等态度 但他仍然不希望任何民族从他想要建立的新的苏外国家当中分离出去 列宁虽然曾经支持过他认为能够动摇沙皇制度的分离主义运动 但他相信当社会主义最终在俄罗斯帝国获得胜利的时候 前帝国没有一个民族愿意选择与勋国家分离 列宁虽然同意各民族完全平等 各民族有权分离 虽然同意各民族有权获得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但他显然认为或至少是希望没有一个民族愿意分离 与此同时 他关于民族分离权的主张 也许会有助于团结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当中 那些追随布尔什维克者的人心 尤其是那些不怎么认真检查布尔什维克民族宣言的人 和道理亚人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